現階段,警方發覺有個情況 星火同盟基金說支援抗爭者 基金的錢最近被轉到空殼公司戶口 空殼公司的持有人,他們只是一位董事兼股東 然後發覺有大部份的錢去買保險產品 在這個情況下,這個基金籌你 到底要用來做什麼呢? 如果純粹支援抗爭者 現在用來買保險產品做投資用途 而受益人就是現在持有這些錢的老闆 會否有機會根本不恰當和原本的做法不同 有機會涉及盜竊或相關控罪 警方要去查證 另一方面,警方說在搜查行動 一共拘捕了四個人 找到大量超市現金券 有些箭、其他裝備、現金等情況 其實有一個可以令人高度懷疑的 如果有任何人在這些情況下 你明知有機會去到一個暴動的情況 你還提供一些支援 不管那些支援是什麼 是一些現金券、或者是一些裝備 你都知道是會適合違法的行為 你還去提供 這就是有機會觸犯洗黑錢的罪行 這條罪行是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這條條例其實都寫得很清楚 既然有一個這麼大嫌疑的情況下 警方現在在現階段凍結了升貨基金 去看看是否有足夠證據去檢控相關的人士 可以說是完全恰當 警方現在這個做法都是保護基金 實際上對整個社會來說 一個徹底調查 保障社會上四方八面的利益 這個做法是完全適當的 我先把這條毛固定 是個歪法 有關照片 我先把這條毛固定